分享,Facebook Messenger脸书及时通是很多人平常会用到的传讯工具,原因很简单,可以边浏览脸书一边在网页右下角对话框传讯交谈,行动装置也有。 Messenger应用程式推播通知,基本的传送图片、影片、音讯和表情图案移音俱全,也有语音通话和视讯交谈功能。 应该说现在的及时通讯应用就差不多那几个,差别旨在于个人使用习惯,对象而已,不少朋友都会有将email寄回自己信箱的习惯,有些是用来备份,当作备忘录或剪贴簿,或是拿来储存资料,虽然很老派又涂发炼钢,但在某些时候确实非常有用。 即使现在有非常多的工具或应用程式可以替代,如果有使用email备份暂存资料的习惯,Facebook Messenger一样可以让你把讯息传送给自己。 一般来说,要在Facebook传送,Messenger讯息通常是在对方的页面上点选发讯息,就会出现一个对话视窗,但没办法在自己页面上看到相同按钮,必须便通一下换个方法。 如果你想拿Messenger来记录暂存一些东西,那可以试试看以下教学把讯息寄给自己。 我知道有人会自己开社团或直接以私人圈线贴在涂鸦墙,无论如何,可传讯息给自己的及时通讯应用不多。 使用教学,Step 1,开启,Messenger网页版,HTTPS,www.messenger.com,点选左上角建立新讯息按钮,分享,Step 2,在手键者的地方输入你的Facebook名称,从下方联络人选择自己,分享,Step 3,视助传送一则讯息,会发现左边的对话视窗, 就有你的大头贴和名字,如此一来也能在手机上的。 Messenger应用程式看到相同的对话视窗,把讯息传给自己,分享。 除了以上方法,Messenger App一样可透过相同的方法传讯息给自己,有兴趣的朋友不妨研究一下,一样事先建立讯息,接住输入自己的名称搜寻, 就能开始自己的讯息对话框,分享,原文刊登于免费资源网络社群,由Sarek撰写。